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题 有关于分数加减的问题 它这个是有关于断带的长度 题目说阿花有一条断带 先用全长的八分之三来包装礼物 再用全长的七分之一做一朵断带花 剩下的断带长度是原来的几分之几 那这一题很容易 全部就是一条 先用八分之三来包装礼物扣掉 再用全长的七分之一来做一朵断带花 好算出来看是多少呢 把这个八跟七通分 分母是用最小公倍数是五十六 所以把一改成五十六分之五十六 减掉 八变成五十六乘七倍 所以分子也乘七倍 七算二十一 减掉 七变成五十六乘八倍 分子也乘八倍 所以呢就变成五十六分之 五十六 减二十一 减八 算出来的答案是五十六分之 二十七 五十六分之二十七可不可以约分呢 没办法约分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就是 剩下的长度是原来的五十六分之二十七 一十六分之二十五分之二十一